你看他這家公司的股份 就只有一塊錢港幣而已 聽朋友的話花了一萬元美金 投資這家信託基金 但陸續發現這公司怪怪的 我想要跟他們公司要有關的證照 跟投資的細節 那他們都說 這是公司的保密政策 他說澳洲破管的公司 那他在澳洲其實也沒有這個牌照 從事珠寶貿易的Amy和幾個貴婦朋友 投資這家信託基金 跟他們說投資一年獲利百分之十 並且保證獲利還有保金 有人投資一萬 有人投資七萬 最多還有投資三十萬美金 但他去查了一下 發現這家總公司登記在香港 資本人卻只有一元港幣 而且早被註銷 那操作的澳洲基金 在澳洲金融網站一查也沒執照 實際來到這家公司 位在臺北市中校西路的服務處 業務否認有賣基金 那投資者到底投資了什麼東西 難道碰上違法席金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 高利潤回饋都是共同誘因 尤其海外基金來源證照 都得看清 否則辛苦錢一下子丟進去 發財夢落空 寫本無歸 記者綜合報導